我們先來看這個光敏的部分 那光敏的部分你也不用額外接線 因為我們開發板上右手邊是不是就有這個光敏的 對 光敏電阻有沒有 右上角那一顆就是 那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家的飲水機 在這裡 有了這一顆光敏電阻 就叫省電企機 因為比較暗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不要加那麼多 是不是就相對比較省電 對不對 那它真是要光線 比如說你燈打開了 光線比較亮了 那它再把它加熱嘛 那你有了解齁 其實反正都是應用啦 那我有看過 最近有一個看過 蠻好玩的 它把光敏拿來跟我們那個雷射筆有沒有 雷射筆或雷射槍 我們那個紅外線有沒有那個 狙擊鏡不是有那個紅外線那個 它用那個來對那個光敏 當作是射擊遊戲 它就做一個人情標靶 然後就對到那裡持續多久 就倒了 就算有射中這樣子 也蠻好玩的 就當遊戲來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光敏主要是用來偵測環境的光線亮度嘛 各位 請問標準的 這種亮度的單位叫什麼 你看我們那個 如果你買那個投影機 它都會說我們家的亮度有多少多少XX 你有沒有注意過那個單位啊 流民啊 流民啊 流行的流啊 反正都是學校花錢 跟你沒關係 你們怎麼都這樣 但是我們這邊偵測的跟那個沒關係啦 就它只是把那個原件偵測到的 它怎麼樣 在這裡 它偵測的數值就是0到1之間而已 就0到1之間 那因為它是已經內建在裡面的 就是已經燒在裡面的 所以呢 它在這邊用的就是A0這個角位 那你看一下我們的開發板上面 有沒有哪一個角位是A0 你把它翻轉看看 請問有看到有A0的嗎 好像沒有對不對 所以Smart上面就叫AD 這樣可以嗎 你等一下找這裡 這樣有像嘛 事實上這個角位 如果你剛看我們那個模擬器 你看這裡 我們的模擬器本身 有一個角位 有沒有發現A012345 所以它就是 因為它是類比的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它是接在這個區域 可是因為Smart的這個開發板 它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類比這種角位 這樣了解 所以它雖然是A0 但實際上就對到這邊AD 那你也不能改嘛 因為它已經是內建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你怎麼樣用它來玩東西 那把積木一樣 各位就進到這個Blockley 你不要再用模擬器了 可以嗎 長大的嘛 因為模擬器裡面的元件 沒有光明變足 謝謝 所以照理來講 你應該不可能模擬成功 所以模擬器你可以先丟掉 你進到這個Blockley 在我們簡報27頁 一樣開發板 有沒有都一樣 使用方法都一樣 那如果你覺得 積木不夠大 在這裡可以放大跟縮小 好 那如果積木不知道跑到哪裡 按中間它就會置中 所以像我這邊 我要讓你看得比較清楚 有沒有這樣就放大一點 好 你就可以拿出來 然後呢 記得 硬體先接 硬體先接 以我現在來講 我希望有這個光明光明 光明不在原件 在傳感器對不對 會回傳數值的 有沒有一個叫做光明可變電阻 按下去 最上面那個都是硬體 所以把它拉出來 但是腳位在哪裡 是不是A0 好這樣設好了 我們可以把光明的數值顯示出來 但是 稍微留意一下 我剛剛開發板丟出來 有沒有改變 沒有喔 是不是要變成Smart 我們手上那一片 第二個 它的對哪一個號碼 在這邊 剛剛不是有的嗎 對不對 你就直接複製 拿過來就好了 拿來這裡 貼上去 拿來這裡 Ctrl加V貼上去 這樣 了解 好 那等一下呢 你先把這個測好 待會我們希望 它的數值就怎麼樣 能夠顯示在右手邊 不然它有真正 沒有顯示出來 你也不知道嗎 對不對 我看一下 你進到我們的真的Buck裡面喔 大家都已經看到這個 你要做的就是這一塊 我們現在掃的就是下面這一塊 那我右手邊就是要顯示文字的 我們來看這裡 這個地方 好 現在呢 我讓它顯示 我們就來這裡 先一樣 先找到這個 光明電阻 因為它要偵測嘛 請問光線是不是隨時在做變化 所以 待會我們所有的積木就要放在這個裡面 你不要丟在外面 丟在外面就只執行一次而已 就不會再執行 就不會再執行 好 那 再一個 有沒有抓到了 有沒有人有興趣算一下幾位數 反正數字會變 來 你看我拿到這裡來 你看 有沒有差 有嘛 有嘛 現在比較接近了對不對 但是這樣有道義嗎 有有有 因為我很近嘛 對不對 但是 怎麼樣才會夠到它 因為最小是不是零 如果你用手 遮住 用手這樣稍微遮住 是又比較小啦 但是應該還沒有辦法到完全變頂嘛 所以如果要完全變頂要怎麼辦 蛤 看破地啊 放進來 我看一下 蛤 被我動到了 蛤 重新連線中 蛤 我放到這裡 放到這裡 再執行一次 這樣比較暗一點點 好像還好啦 蛤 反正 它的數字要頂到一隻尖 但是這樣子的話 這種數字 人家看了會害怕 對不對 蛤 還是你學理工的 都覺得這種數字很好 很喜歡 大部分大家比較習慣接受 就是零到一百嘛 對不對 而且數字那麼多 嚇死人了 以為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轉換一下 那這就跟數學有關係的 所以你來看一下這裡 進階功能裡面 有沒有叫數值轉換 好 可不可以四捨五度 可以嘛 所以拉出來 你就告訴他 這個積木 我想要四捨五度 但是不要零位 零位應該只有一個結果 對不對 不是零就是一嘛 哈哈哈哈 所以請有良心一點 你可以四位沒關係 好 那你看我們把它丟出來 我們先確認一下 有沒有這樣比較不害怕的 對不對 再來 因為這樣還是小數 所以你可以再加上一個 欸 你們看那個地圖 有玩過 有看過地圖的右下或左下 不是會有比例尺嗎 這個尺度轉換就是那個概念 本來0到1 是不是轉換成0到100 就看你啦 因為每個偵測的不一樣 這樣最後把它再把對一下 有沒有了 遮住 這樣了解嗎 最後不就到100嗎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 OK 可以齁 來那就還給你啦 OK OK OK